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我们用洋葱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先将洋葱对半切开,再切成四份 再把洋葱放入水里,浸泡十分钟 这样切的时候不会拉眼睛 时间到了,将洋葱取出,切成丝 切好以后收入大碗中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根气皮洗腥的胡萝卜 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青椒,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搅拌均匀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入洋葱里面 再把青椒胡萝卜丝也加进来 加入适量的食盐,胡椒粉 用筷子将它们翻拌均匀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变成这种粘稠状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油热以后倒入面糊 用铲子将面糊铺匀铺平整 上面再撒上一层黑芝麻增香 盖上盖子,开中火烙制三分钟 时间到了,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制三分钟 时间到了,关火 出锅放到案板上 闻起来真的好香啊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开吃了 美味又营养的洋葱胡萝卜早餐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酥里香 多种营养搭配 营养又好吃 做法超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试一下吧 大家记得关注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